馬尾 先... 先宣布一下下下禮拜 三小考 下價就三 下周 因为我们今天就会 就会把第二章大概就交完了 至少下个礼拜三一定交完 所以我们下下三 下下礼拜三 好,OK,开始上课 那我们上次尾巴的时候 讲到的这个地方 就是讲到Thermal Diversibility 那我这边稍微加了一下它的单位 大家再提醒一下 它这个单位,你注意到它的单位是 每秒分之米平方 那这个时间会在这里面 OK,所以我们那时候讲到Diversibility 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们那时候再强调 它K跟α的不同 那K呢基本上就是一个传递的量 中间你会看到瓦除以米除以度K 我们并没有看到什么时间这种量在这里面 那所以但是到了α里面 因为我们配合 我们上次讲过α的特色是说 它又跟这个有关系 它跟这个有关系 那这个东西呢就会影响到说 我到底我这个热传的效益多少 就是说我本来我可以传很快 没有错 但是我中间在抽它的时候 我的热的影响 我的温度的影响 就会有一定的受到时间的影响 就是说等于说 如果你Row CP很大的时候 你的时间就扩散 就会走得比较慢 因为被它拉住 所以它会这个叫做thermal diffusivity 因为它是一个 这个行为就跟conductivity不太一样 它有牵涉到在时间上 因着这个影响 它会造成扩散的这个远近是有差异的 可以在它的单位上看得见 它的时间的量 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一件事 它跟new跟d是一样的 跟那个climatic viscosity 跟mass diffusivity 两个是一样 所以它们都用这个diffusivity 但是在流力里面 我们viscati我们还是用粘质性 因为我们就没有叫它diffusivity 但是在至少在mass跟energy 这两件事情里面 我们都叫它diffusivity 所以它们三个其实它们单位是一样 那时候我们后面在对流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会把这几个比例值找出来 那它会具有一些影响 它就是说它对于momentum跟energy 或者是温度 或者是跟这个浓度 species concentration等等的影响 跟这些系数有关系 那我们以后到了热地流 我们会再去谈它 好那我们就继续到 这边呢我们上次要开始讲 这个公式的部分 数学方程式的部分 好那这边呢 我们针对这个heat diffusion equation来看它 好那我们通常在diffusivity equation 我们当然都是跟 我讲流利大家都学过 所以我们大概多少都知道了 我们应该可以快一点的往下走 就是我们都会考虑一个control volume 而且是一个infinitesimal的control volume 无限小的control volume 来看它的手横 那我们现在来看它的能量手横呢 基本上我们会说一个立体的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三维的 一个立体的小小的control volume 它分别长度是dx dy dz 这三个 那在这个三个 我们就来看它的能量手横的部分 有几件事情 那我们知道在能量手横的话 最基本的概念就是 1in-1out等于1stor ok 好那这是最基本的观念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 in跟out跟stor 在数学上我们怎么去描述它 好那我们现在既然看到 这一个control volume之后 我们可以想象到 我们说这个热会有 有进有出对不对 那我们根据我们的坐标体系 我们当然是以这边为正这边为正 那因此我们现在把它画出来 就发现我们的qx在这里 qx加Δx加Δx 有一个小小的差距离 我们写在画在这里 同样另外四个面 我们都可以这样写 都是以我们定出来的这样量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 bg g就是我在里面的产生的generation 比如说我们上次讲的通电 那这可能就是一个generation 可能如果说是在一个流体的体系里面 可能是燃烧 比如它放热 那当然我们现在是固体体系 没有燃烧 但是固体里面也可能可以化生化肺反应 也可以做化学反应 那假设那个存在 那就是一个generation 但是我们现在是通电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例子 树上的例子是讲通电 那另外就是e.store 这个store的就是说 我一开始可能在低温 那我在一个站在过程里面 我慢慢升温数我就慢慢吸慢慢吸慢慢吸 把能量收集在一起 一直到我温度达到 跟外界环境达到一定的状况 我再达到平衡 在平衡之前我都可能会再做温度改变 所以它就有这三个 三类型的东西在走 那暂时就没有其他的嘛 我们现在想到的大概就这些 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是in跟out 然后呢这个store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看有哪些 这边还有一个generation就会放在in 对不对 我们待会把generation放在in里面去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in跟out有哪些 那我们先看一个维度 另外两个维度我们先不看 其他的类比 我们先看第一个维度 那在这个维度之下呢 我们知道它有两个量 分别在这个两个surface上来进出嘛 那我们现在又发现说 它的描述法我们说是在这个位置 x加dx 对不对 那这边是x 那我们当然知道说 qx这个东西呢 我们来先看一下 qx这个东西呢会等于什么 我们根据我们前面讲的这个first law 我们就可以开始写 那它等于qdouble prime 对不对 我先这样写一下 在x方向 对不对 乘上它的area OK 那这个就可以写了 qdouble prime就可以写了 就是 就是fu k partial tpartial x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在x的位置 然后呢 我乘上它的面积 它的面积是什么呢 是这个dy乘上dz 对不对 dydz 所以它乘上dy乘上dz OK 所以这个就可以写出来 那同样的呢 我可以在另外的地方 我可以把它写下来 用数学的方式把它表述出来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的东西了 对不对 同样它的面积并没有改变 也都是dydx dydz 好 然后这两个东西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下 如果我把它稍微做整合 因为这两个东西类似 然后我们知道 这个只是差在它的位置不同 好 那从一个观念上 有些课本会讲到说 它会用这个 taylor expansion 用taylor展开 可以把它对x展开 x加dx 对x展开 那你会得到一个 等于 等于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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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ies taylor极数 taylor极数把它展开 那它会展开成 变成x的位置的 然后它这边也是 全部都转成x 然后在这边会有一个dx 等等 那这边我们先不看 书上有些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讲 那也很好 那 那另外一个比较简易的方式 你直接来看 你就可以这样讲 我把这两个做插分 好吧 OK 我就把这两个插分 那 比如说 我现在我要找net in 对不对 好 那我找net in 我就会被它 这是in嘛 对不对 这是in 这是out 所以我就用这个来去减 负k part to t part to x 的x 好 然后外面一样 我通通把它拿出来 减去负k的 part to t part to x 的x加dx 好 然后 这边还是dy dz 对不对 然后这个 你看到这个东西 你应该会想象到什么呢 你会想到 微分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微分是什么 是对它的变化量 这个两个的x跟dx 对不对 之间把它除上它的dx OK 然后你除了一个 你就要乘回来 对不对 好 就变成这个量 那这个量呢 我们 可是微分的是把x 加dx放在左边 是不是 所以你把它换一下 把它转过来 所以它就等于说 这个变正 正 对不对 把它放在这边 就变成 k的 part to t part to x的 的x加dx 减去 k的part to t part to x的 x 对不对 然后dx 然后dx dy dz 好 那这个等于什么 就是微分 对不对 如果我把 如果我把这个limit dx减去 0 OK 我就可以得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怎么写呢 就会变成 变成part to t partial x的 partial t的 k的 partial t partial x 对不对 好 然后dx dy dz 好 就变成这样了 OK 所以这项就变成这样 好 那接下来呢 yz也一样 我们就不管 但是 其实就类似的 然后接下来 我们还有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 in还有一项 是q dot 对不对 产生量 那q dot就是单位面积里面 所以q 这个 这是有一个 然后q dot又等于什么呢 我觉得位置不太够了 好 q dot 等于我现在的 每个立体 体积里面的dot 乘上dx dy dz 对不对 上上它的体积嘛 OK 这是我单位体积里面的量 好 其实这边就是叫q dot 因为这边是q dot 应该是说q dot乘上volume 好吧 因为我们最后抓这个q dot 这边q dot就是单位体积 OK 它乘上它的volume 就是dx dy dz 好 那同样的呢 我们另外 还有一个 in跟out已经解决了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 我们都是in.2 in.2 in.2 进出的 那还另外加一个in 就是q dot 对不对 那我们还差一个e store 对不对 那e store就是 rho cp volume pye to t pye to y pye to t pye to x 我们前面写过 那这volume就是dx dy dz OK 好 所以我们就把它全部都把它写进去 写到这个位置以后 你就发现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但是这个过程中间只要 只要除下 把这个dx dy dz把它除掉就可以了 因为大家都有这个对不对 好 通通消掉 所以你说单位体积了嘛 我已经把这个无限小 这个小体积 controller的体积消掉 就表示单位体积 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你看这个 出来了 所以就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pye to t pye to t pye to x k的 pye to t pye to x OK 同样加pye to y的 好 那再加上partial它就z的 k partial t partial z 然后再加上q dot 对不对 它就会等于 前面的 等于rho cp partial t partial time OK 这诗子就这样就导出来了 就这样就导出来了 OK 那这个过程基本上也就是一个能量守恒嘛 在一个无限小的control volume里面 我们借着pilot展开 或者是用插分的方式 我们可以 针对它的进跟粗 因为它们之间只插了一个dx 或者dydz 跟它进去跟它 就是我们从数学上 我们可以写出来 它就变成 原来的forior loss 我弹出来的 这个q的x的再次微分 因为 第一次微分是弹forior x 对不对 forior loss 所以第一次的微分 是弹forior loss的 那一个t度 对不对 所以你的q的通量是正比于t度 第二个x 是根据谁 第二个x是弹什么 是弹我这两个位置的差异 所产生的净差值 好不好 就是net in 这个量 net in的这个量 所以我要取它两个位置的 把它差值做出来 所以这个式子就出来了 所以你要记得说 这三个项 就是三个方位 它都是谈到conduction 就是用forior loss forior loss所谈的conduction 在它的六个面里面 所得到的 进的net in的量 那这个量是 在里面产生的某种 比如说你可能通电 或者是发现反应 所产生的热量 那这个呢 是这个系统 在一个站态过程里面 所储存的量 所以写出来的平衡式 这个式子就是这样 有没有问题 好 那如果没问题 我们就继续往下 那这个是比较general的式子 我把它摆在里面 表示说我kk是变量 对不对 就表示说我kk是x凡数 所以我暂时把它摆到里面 那k会不会是x凡数 当然可能 对不对 因为k是 我们上次讲过 k主要dependent on t 那你现在既然谈热传 你一定有高温到低温嘛 对不对 所以当然每个位置的t 会不一样才有热传嘛 所以理论上 k应该是x的变数啦 是没错的 理论上 所以应该严格稍微要摆在这里 但是你再摆在这里就很麻烦 因为k每一个都要去看它的变数 实在是有够烦 那但是呢 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是谈这个低温 这种热传 如果温度不是太高的话 我们想象 其实k 随 t的改变不是那么严重 所以我们就通常就把它近视 说视为常数 那如果你 这个argument你还不满意 你就说我们把它当平均值嘛 OK 那就是近视啦 但大多一般来说我们温度不是很差异 比如说我们在这种室温之下产生这种散热 你不要说几千度 那当然定常别的论 但是低温状况下几十度上一百度以内 我们大概认为k常数是不是太有问题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很基本上我们就把它视为常数了 那基本上常数就拉出来了嘛 对对 就把它拉出来 拉出来我就通k这样一除 然后这边一除就发现alpha就出来了 这边alpha就出来了 所以alpha就扮演在这个地方这个角色里面 好了那如果呢我进一步来说假设再简化一点 steady state 那已经达到平衡了 那边已经吸热吃饱了 它已经这个抽碎抽满了 不再抽了 好那它就会变成这边就不再改变 踢饱了以后就平了不再改变 所以就变成零 好变成零了以后呢 它当然这边这样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那我当然也就也不会有alpha了 对不对 我alpha那alpha分之一那一项根本就不见了 这一项不见了 我就不会有alpha了 所以我们讲说 在热传导的steady state你不会看见alpha OK 它只有在unsteady的时候你才会看见alpha 它会温度怎么开始往外走 扩散的过程 那个变动过程你会看到alpha 但是alpha在热对流的steady state还是会有的 对流里面alpha还是会扮演它的角色 那它扮演角色因为它是内 它是比热嘛 它比热它就会通过界面的时候 它会接着流体所带能量进出 那个跟steady state跟transient是完全无关 它任何时候它都 因为它是flow 一个energy flow它都会带着rho cp进来 等到我们到了对流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alpha的角色 但是现在我们大概就知道是这样 在steady state是没有的 它不必 但如果你steady state里面又是case constant 但是你又不要拿出来会更简化一点点 好那接下来我们如果还有更简单一点呢 如果one dimensional 如果因为我们接下来下一张我们就从一维二维三维这样开始走 所以第三张是一个谈到一维的东西 那在这个一维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更简单一点 那特别是在一维里面 我们简单到最透彻的简单 我什么都没了 我也是站态 我也没有energy generation 那这样的话变成什么 就变成这样了 然后k甚至也把它拿出来的话 你会发现什么都没了 好这个就等于0嘛 然后再等于0 你会发现它的结果是什么呢 OK 那就是表示说这个t呢 会是一个线性函数 对不对 它的二维分是0 表示它是一个线性函数 所以你就会把这个 这个等于一个常数 对不对 那这个常数再把它积分一次 就变成线性嘛 所以t就变成线性关系了 那因此我们前面画了好多图 就是画那个板子对不对 就像那个板子 这边温度画一个直线 它不是乱画的 是有原因的 OK 就是因为当我 如果我在一个conduction的问题里面 我没有generation 有generation就不会是这样子 到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就是二次 二次曲线 那它也没有energy store的时候 它就剩下这个 现在这个最后它的温度分布就是直线 OK 好 那这是大平板的时候 那一维问题之后不见得就是这样的大平板 一维问题可能也有一个骑骗式的 往这边走 那就不是一维 那时候我们再看 不要把它搞混乱 好 那所以我们刚才讲的 under steady state one dimensional condition with no energy generation the heat flux is a constant in the direction of transfer 它这个 p flux是一个 constant OK 因为它dddx表示它 这个 这个不变 那heat flux 它沿着x 位置不变 所以它steady state的时候 我们就会可以晓得 说它 基本上你想想看 其实很单纯的一件事情 就是 当我在steady state的时候 好 那我温度当然到这边会这样高 对不对 所以我去找它的斜率 我看每个地方的斜率 因为我们知道 heat flux正比喻这个斜率嘛 所以你看 在每个地方它斜率都一样了 它当然就是线性的 如果不一样 它就不会是线性嘛 OK 因为我线性都是一样的 所以自然它都是线性 所以每个地方的斜率 斜率都是一样的 好 所以它这个呢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个heat flux沿着x改变是等于零的 是不改变的 或者从温度的变化是线性 OK 那这是相对等的 好 那待会我们到了下一张 不是下回 每次下个礼拜 我们下一张 我们就会进入到 看一开始都是看到这些东西 但是这很基本 所以很快就会过去 但是你会看到这样的形形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Cylindrical Coordinates 那柱状坐标 那我们来看到柱状坐标 其实我们刚刚做的能量走分是类似的 只是我们待会再走一遍 那中间主要的差异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那当然phi这边也有差别 但是我们通常 我在柱状坐标里面 我们最重 常常我们比较重视的是 比较R方向的这个变化 那Theta的方向 我们常常把它假设成为 轴对称 所以这边就没有变化了 当然会有非轴对称的情形 那就复杂了 那就深的三维性比较复杂 但是如果我们基本上简单的话 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近视的时候 就是它在沿着这个Theta的方向 它是没变化的 OK都很均匀的 所以它的变化在R方向发生 所以R方向发生这个变量 我们要特别注意 然后你再看到它的变化量呢 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 它的行为不太一样 它的形式不太一样 这边多了一个R 这边又多了一个R出 抵消它 对不对 所以R在这边 R在这边 那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R放在这里表示 为什么R在这里 因为R是一个变量 对不对 因为R随R在变了嘛 因为R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坐标的变数嘛 所以R是在变动了 那为什么R要出现在这里呢 其实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热的 这个热传的概念 能量守恒的传输的概念 我们就会看到说 其实我们在这个 热在传递的时候 一个heat传输的时候 那它在不同的R上 它是不同的面积在走的 OK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它这个坐标 我们看一下这个坐标 它把这个坐标里面挖了一小块 挖到这里来 OK 然后你就会看见 当它如果是从 我们讲轴壮 轴向的 不是轴向 在这个半径 这个方向 径向的 流动的时候 它会呈现 内部是小R 对不对 外部是比较大的R 中间插了一个DR 所以这边呢 是一个 这边是DR 对不对 那这边的半径是R 这边的半径是R加DR OK 加了一个DR 所以它的面积不同 所以在不同的R的位置 它的面积不同 那我们知道传导里面 一个就是heat flux 一个就是面积 对不对 所以一个就是用Furial Load 它的负K Partial T Partial R 在某一个R 它还要呈现它的面积 然后偏偏这个面积在变动 所以我就必须要把这个变动考虑进来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R的变动就放在这里面 就不能跑掉 因为我的面积中间含有R的量在这里 OK 我们待会看一下就知道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就会出现这样的东西出来 所以以后你会看见 在柱状坐标的温度分布里面 它是随着R是有一点变化 不像我们指甲坐标那么单纯 OK 它像比如我们指甲坐标 它是直线 对不对 二次平方等于零 那如果你这边拉一个R呢 你这边有一个R 对不对 R分之一这边有R 你就会发现不是 对不对 OK 这边就不再是 因为跟R有变化 R在变量 所以它就不再是直线 OK 它会是一个曲线 那至于什么曲线 我们后面就会再看 好了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那这个是怎么来 我们也暂时只针对它了 其他地方我们不讲了 OK 这边Q总面积我们会稍微 总体积我会处理一下 那其他项我们就不讲 我们只要来看这一项 好 那这一项呢 我们要看到它的形状 看这个图形 那我们在R小R的时候 有进QR 那QR它的量是多少 我们写一下 同样QR加DR的量是多少 我们要写一下 所以QR等于多少呢 等于同样我们还是用 Furious law 对不对 OK 然后再乘上面积 对不对 这个面积是多少 这个乘这个 对不对 所以RD theta D phi RD phi times DZ 所以变成RD phi times DZ OK 好 那接下来呢 QR加DR呢 就等于 负K 这个在R的位置 负K的partial T partial R的 R plus DR OK 好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你就会发现 它的这边面积 就不一样 对不对 它这边其实就变成R加DR 这样的量 所以这边会有它的另外一个面积 就是R 这边我们先不写 我们就是R加DR这个地方的 这个量 OK 同样它的D phi D Z OK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知道 当我做展开的时候 其实我就把它视为 因为这个是一个变量 对不对 好 这个是一个变量 其实这个是一个变量 我们可以暂时也把它当作变量 好不好 所以我的 我当我这样写的时候呢 我从像刚才一样 我也可以把它扣掉 我也可以把它扣掉 就是把它 硬减奥嘛 那硬减奥呢 我也一样可以写成 OK 那我再把它翻过来 我就少跳一步 就把它翻过来 然后翻过来就变成 K的 partial T partial R的 R加DR的 这个R的部分 这是一个变量 我把它这样写 这边是R加DR 对不对 这样 R 好 这是在R加DR的部分 减去 K的partial T partial R 的R 的R 这个部分 OK 好 那同样的道理 我还是一样 我可以把它除以 我这个变量 DR 对不对 然后我也可以乘上DR 然后再乘上它剩下来的这个R的 剩下来的D5DZ 对不对 我已经把它的R已经放进来了 放到这里来了 这边就变成DRD5DZ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知道说 我最后我要把这边的体积给去掉 对不对 因为我在Q这边 我要乘个体积嘛 我这边也要乘个体积 对不对 我现在就把体积先 先拉出来看 我们先除掉了 它的体积是多少 它的DV在这里 就等于 我们就把它抓一抓 就是RD5的这东西 乘上DZ 对不对 然后再乘上DR 对不对 好 我们就用这个方式 RD5DZDR 这是我们的体积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就把它除掉 通除 OK 通除这个 RD5DZDR 然后我们发现呢 这个消掉了 对不对 这个消掉了 那我们就得到 partial partial r OK 的 k partial t k r partial t partial r OK 这就是我们得到的这一项 所以它就变成 还有除一个r分之一 因为我这边把它除过来 所以r分之一的partial partial r 然后kr 它就t partial r 这一项 OK 就出来了 好 这一项就出来了 所以呢 我们知道这一项 其实就是刚刚 为什么它会冒出来 就是因为r是变量 r变量是因为 面积是变量 面积水r在改变 所以我把它拉起来 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式子就出来了 那其他的 你就按照同样的道理 你就继续放 那z不会改变 因为z也是一个 直角性的 它是一个线性的坐标 对不对 它并不会随 z改变 所以它就像我们前面 直角坐标一样 所以它没什么差 它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OK 好 那这边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 直角坐标为主啦 因为直角坐标比较单纯 直角坐标会碰到一些 OK 也会花一点功夫下去 有的时候 然后另外呢 球坐标我们就不处理了 书上还有球坐标 因为在我们这本书里面 我们几乎不处理球坐标了 那球坐标原理也是一样 也是用这种方式去处理就好了 它就更复杂一点 OK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应该有问题才对啊 有没有问题 落到哪里 哪里 落到哪里 就是 你那个 第二个R加DR不是挂入R加DR层上那种 对对对 你像不像简的都要 没有我这边其实就是我把它视为 这个R就是R加DR这个变量了 懂不懂 我已经把它挂在里面了 那这个地方就是指的这一项 因为它都是在R加DR的地方 我直接拉过来 懂不懂 我不特别再去处理它 因为它就表示它在R加DR的位置 OK 或者是这样子了 你可以这样写了 你直接把它写过来好不好 这个东西在R加DR 就这个意思了 已经纳在里面了 OK 好吧 那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OK吗 好 那我们继续啊 那接下来二至四 二至四我们要 刚刚Differential Equation已经出来了 在Conduction的Differential Equation算是简单的 如果你到了这对流 那就复杂得多 那但至少我们现在已经出来了 那而且如果我们碰到一些简化的 Steady State啦 1D 哇那真的很简单 或许你就会觉得 第三章一开始很愉快 那一直到了第四章第五章 你才会开始 问题就开始有点复杂了 你的数学你会发现 你的公述不太好了 你的片维分怎么都不会解 我们那时候要解很多的片维分 OK 好那 接下来呢 我们除了Bundated Condition 除了Differential Equation 建立好之外我们还剩下需要的Bundated Condition 跟Initial Condition 对不对 因为我知道在一个微分体系里面 你决定了Differential Equation是不够的 因为它都是做了微分 所以有些常数就不见了 常数被你微分 微分掉了 那你怎么 如果你没有常数决定它 它会无限多解嘛 你们在公述应该看过 对不对 如果不限制它常数的话 你的解是无限多的 因为差一个常数 那那个常数要怎么限定 你就必须要给它一个说 我这一点边界上在哪里 那它就可以被微一决定 同样的道理 那我们就需要 片维分方程师都需要这些Bundated Condition 去把它界定 时间微分呢 又需要叫做Initial Condition 把它界定 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两个微分量 二阶的微分量 好 对于一个二阶的微分的函数里面 我做了两次微分 所以我 等于说我把两个常数的Information 第一个 函数值的Information常数 第二个函数的微分值的 一次微分的那个常数 那个Information也都被删掉 对不对 我做了两次微分 就是把这两个Information给杀掉 不见了 那我要把它还原 我必须要把两个条件把它拉回来 把它限定住 你才能够还原 对不对 因为你已经消失了那个限制 因此你不还原它的解答是无限多的 所以我现在就把它还原回来 就需要两个边境条件 要两个边境条件 同样的Information 因为我Information是一次微分嘛 对不对 所以我要一个边境条件 好 那但是如果说在某些工程上里面 比如说这个波动的函数里面 波动函数里面它是 时间是两次微分的 那你就需要两种Information 等于换句话 那你要知道一开始它的物理量的t等于0是多少 然后它的物理量的微分值 时间微分又是多少 你必须要把它都要界定出来 它才能够往下走 那这个是你们工数的基本概念的问题了 如果你有问题 你再找时间再讨论 再来问 但是基本上你应该要知道的这些非常非常common 非常fundamental的一些概念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我们有的边境条件的样式有哪些 这也是工数以前都谈过的东西 或者说有提过 但是你可能没注意的 那在这里我们列了三类 三大类的边境条件的类型 那第一类呢是这样子的 第一类叫这样 叫做Constant Surface Temperature 这种条件就告诉我说 我的温度是常温 那在数学上呢 它就是因变数等于常数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边境条件 OK 那另外一个呢 它叫做Constant Surface Heat Flux 它是Heat Flux为常数 那Heat Flux在温度的表现上 是温度的梯度 所以空间为分的一次 一次空间为分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写成这样的一个关系式 那如果说它的Heat Flux是某一个常数 是我给定的话 你就可以写成这样的关系式 那数学上呢是 为分量为常数 对不对 它的为分的量 一次为分量为常数 这是一种 那另外一种呢 在Physically都有的 就是Aliobatic Aliobatic表示说 我这个通量是零 所以我这个为分量为零 其实为分量为零 也表示说 我的温度T度是平的 所以X不变 就是平的这个温度 可以像这样 OK 那以这个说 我这个的斜率为常数 那这个斜率为零的时候就变成这样 那这个呢是温度为常数 这边永远不变 意思是这样 那这边都会变没有关系 是你家那是 那我这边就是不变 我把它限时了 这是一种 那这种呢叫做斜率 我由斜率来看 因为一的斜率等于某一个特定的值 或者等于零 这都是属于斜率的这个问题 那这种叫做第二类的编程条件 那在公诉上里面 数学里面也告诉我们 它就叫第一类的 Boundary Condition 这个叫做Dirishlet Boundary Condition 如果说你们公诉还 还有一点记得的话 或是有提到的话 还有一个特别的名称 叫Dirishlet Dirishlet Boundary Condition 那这是所谓第一类的 First Kind的这一类的 就是把温度给它限定好 那第二类呢就是 我们一般就叫做 Neumann Boundary Condition Neumann Boundary Condition 就是它是限定于微分量的 那还有第三种是把它mixed 叫combined 或是mixed Boundary Condition 还有一些名称 名称叫Robin 那我们就不管 它属于mixed 就把这两个都要组合的 那这种组合式的呢 就两种都有 又有微分 又有函数值的 又有函数的量的 这种呢 在热船里面也是有的 那而且是很常见的 这个就对应到说 我的对流的边界条件 就是属于这一种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所谓边流的边界条件 为什么是这一种呢 我们以这个地方来看 以这个图来看 这边我环境有一个t infinity 好 然后这边我有一个t surface 这个t surface不一定 不是固定的 不是固定的 但是我知道 这个t surface一定要满足 energy conservation 对不对 energy balance一定要满足 意思就是说 我这里的 假设我有 这边是比较冷的 这边比较热 在我这个热的温度呢 一定传给他 传给他的呢 这个量 就要由他的斜率来决定 对不对 等于说你热对流进来的热 你必须由热传导 把它带出去 对不对 那这个对热传导 不是part of tpart of x吗 负kpart of tpart of x 要等于我这个t infinity minus t surface 乘上h 对不对 就这样 所以h的t infinity infinity minus t 在0 x减0的时候 那不同的时间 因为我刚才讲说 我们随时间可能会变 所以可能不同的时间 steady state 当然这个就不用改时间了 那等于我这个conduction 因为我x座标 都是以这个为准 以正x为方向 所以这边的 就是t infinity 减去t0 乘下h 然后等于part of minus k part of tpart of x 再x减0 这个斜率 这个斜率 它要维持平衡 所以对流跟传导达到平衡 那这个case 非常非常常见的嘛 我们在 你要固定t还不见得容易的 做得到 你要固定q当然可以 固定q你只要加一个电热器 我就给它一定的power就好了 它就是固定q 那固定t比较难 你怎样维持一个表面是固定的 蛮难的 你可以这样想好不好 我如果把它泡在冰水上 好不好 我一直给它维持 它比较接近 但是如果它是对流 其实它有差 我们后面再会看到 那至少比较接近于是常温 那或者说 我可以把它定到一个高温的蒸汽 一大其他的饱和蒸汽 我烧了100度 它永远都是维持在100度 OK 那所以至少你的环境 不管你怎么加热 减热 q多少 它都是维持在环境100度 这也是可能的 但是在实际上 这就麻烦 你必须要设定到一个特定的条件 对不对 像我们刚才讲的 要不然是冰水 要不然是冰的 或者是饱和蒸汽 你才有可能达到这个样的条件 好 那这个 可是这个在数学上很简单 对不对 数学上直接等于常数 尤其你解析的时候 更好处理 那可是实验上是比较难的 实际上比较难的 那这个呢 是属于实际上比较容易的 比如说 这个是常数 我就给它加热泡 我就好了 电热是多少 就常数嘛 OK 然后或者是我刚才贴一个绝热 绝热够好 当然很难绝热的很好 但绝热够好 那就接近于零嘛 所以这个也实际上很简单 那这个呢 就是很实际的问题 就是我什么都不控制 但是我知道 我的温度 跟我背流同时在进行 对不对 你就一定会满足这个东西 所以这三种基本上都是在热船里面都会发生的 OK 都是很真实 真实在用的 虽然第一种 比较难于控制一点点 好 那这边有没有问题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最后一个 第二章最后一件事情 我们看看我们今天能不能完成 就是最后一个例子 可能还不太容易完成 因为我们会花一点时间讨论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一个 蛮可以思考的一些例子 以后你可能都会再碰到 或者说我以后一直会 会要求你们能够做适当的思考 这是给大家正好训练一个思考的 对于问题 最基本的能量守恒的问题的 基本的训练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好 它这个例子是说什么 它说如果有一个long copper bar 它有一个rectangular cross-section 它的width呢 W is much greater than its thickness L 它的厚度 它的宽度远大于它的厚度 那 然后呢 这个 它是维持在一个he think at the lower surface 它的下面 是维持在一个he think he think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表示说热量都可以跑掉 然后它的温度不改变 所以think就是这个意思 那就有一点像reservoir 有点像热力学里面讲的那个heat reservoir 就是 就是一个大除草 我不管你吸多少热 它还是那个室温 就像我们的大气 你吐了多少热 你电灯到多少热 你火烧了多少热 我还是会大气温度 因为它很大 OK 那同样的 它把热传给我们的时候 它也不改变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he think 类似这种东西 就是 反正就是简单的说 我热再怎么样走 我温度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另外呢 它就是说这个bar is quality OK 它说temperature 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 就一开始 会有一个温度 然后呢 我起一下 这个比例是 好 这样可以 好 然后呢 这个 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大概就是从 t infinity开始 突然间 突然间 an electric current is passed through the bar and an earth stream of temperature t infinity is passed over the top surface 突然间 我就开始通电 而且 送面吹气 同时吹气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 它的底层 永远都维持在固定的温度 就是一个 he think 泡在那里的 一个地方 它叫我们做什么 叫我们去导一下 导出来它的 differential equation and boundary condition 还有 initial conditions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它叫我们去把它写出来 ok 所以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图了 从图上去了解一下 这边是一个bar 一个white bar 一个think white think bar 它这个bar L W 远大于L 所以呢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待会再讲 那很长 那因此呢 还有它的下面是 是浸泡在一个 he think 的上面 接触到一个he think 它的温度永远不变 就是t0 那上面呢 就是一开始都是t infinity的时候 都回之在 平衡在一个低温状态 然后突然通电了 表示突然它这边 有he think generation 出来了 可是在那个时候 它也开始吹气 所以它外面有一个t infinity在吹 那这个t infinity 一开始的温度 是比你的t t0 一开始来得高 所以它是稍微温热的气体 这边比较低温 但是它又开始通电 那这个过程 equation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它会 给我们告诉我们看看 画画图吧 不用去解它 大概会是什么 我们要去做一个分析跟推论 那这一部分训练是非常重要的 你怎么去看画那个图 那我们这门课会不断的要求大家 训练大家去用温度图去呈现一些问题 你就会 你会觉得热船是 我可以看得见 我可以imagine它是什么 因为我有现行可以做 OK 那这个训练很重要 我说你永远在背公式的 你背完公式 你发现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学什么热船 OK 可是如果你能够训练出这一方面的能力的话 你就觉得热船是没有那么难 它没有那么难 它还蛮贴身的 因为你可以了解它发生什么事情 那基本上里面都有一些 最基本的physics在 不外大概是什么 高昂降低温跑嘛 对不对 大概不外就是这样的东西在那里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 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一件是什么 这个bar很特别 因为它是一个很宽的bar很扁 又很长 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这个告诉我们说我可以做简化 这个以后训练都会 这个很简单 以后大家都会知道 但是你看到这个你就知道 它可以做简化 为什么它可以做简化 它可以视它为一维的 所以意思是说什么 它的变化只在单一方向发生 在另外两个方向变化是可以忽略掉的 所以它的tpartial tpartial y 或者partial tpartial z为0 那这边看你x怎么定了 以这边我们叫做x 好不好 我们习惯用x 所以这个厚度叫x 所以y呢 z呢 没有变化 那是不是真的没变化 也不尽然 也不尽然 对不对 比如我看这个 那这个很长我就不理它了 我看这个 那这个地方会造成变化在哪里 因为你看这边的条件跟这边的条件不一样 对不对 它的边界条件不一样 边界你看这边的边界只有这边被散热 或者被传热 对不对 可是这边呢 这个地方它有两个面来 对不对 这两面都有散热跟传热 所以表示这个散热效果传热效果比较强 OK 所以你就知道在这个边界这个地方 特别是在这个角落这边 嗯嗯 不对 对不对 它不是一维的嘛 因为这边跟这边不一样 可是绝大部分这边都OK 所以我就排除这两个部分 所以就平均上来讲 这两部分影响不大 OK 我就不必为了这两部分 可能只有5%的影响 我说我不会做 因为它是二维的 你不需要做这种事情 所以在工程上 你可以做适当的判断 我可以得到一个 very good results 或者solution 所以我把它视为一围 虽然这边不是太好 同样这边也不会太好 因为这个面 你看这个三个角都在热传 对不对 所以它的影响 当然温度已经受到外界的影响最大 所以这边呢 跟这边当然不一样 OK 可是它的长度很长的时候 你这一点点 so what OK 不用理它了 那工程师他做这种事情 那碰到数学家的人 说不行不行不行 这种事情 因为我不能做 我要得到exact solution 因为我是科学家 那工程师不这样做 工程师以使用 但是我们知道 有误差 但是可以被接受 好 OK 所以我们可以 因此我们就可以做了 一维的假设 一维的假设 就单纯了 所以我们刚才的例子 的case里面 我们就可以把它 xy z方向只留一个x 另外两个方向 统统砍掉 对不对 所以就留着x 而且k是常数 讲这k是常数 所以就k过来 这边就变成alpha 只是留在x方向 这个保留 这个保留 对不对 因为我们确实是 这个有啊 因为我会通电嘛 那这个有啊 因为我从一开始 从低温一直到高温啊 所以它有变化 所以这个式子就这样 大家就没有问题了 那边界条件呢 我们就要再来往下走 边界条件有两个 下面这一个 比较单纯 对不对 t0 x为0 时间保留 因为它是时间函数 那为t0 这个t0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这边把它fix住 那另外上面那个边界 是一个对流热传的边界 对不对 所以你要这样写 partial t partial x x sub x equals l 在x的 equals l这个点 那这边是在x等于0的这个点 这个在l的这个点 它要等于什么 h的t l t minus t infinity 为什么要这样写 方向在这里 OK 刚才我们看的 刚才的例子是 刚才那个图是 刚才是从t infinite 减去t wall 对不对 ts 那所以刚才是t infinite 减ts 为什么 因为它刚才那个方向 从这边方向来 所以要从这边到这边 那你这个地方来看 就是 我先以这个方向 我先以望上了 对不对 我先是望上了 x方向是望上了 那我现在这个边界 我当然要以它的温差 高方向低温跑 所以我要ts减去t infinite 对不对 这样才是正确的方向 那所以当然我就要写 tsurface减去t infinite 因为你要抓住它的 正负号的方向性 以x为q的正向的 关系式 好 所以就写到这里来 那initial condition更简单了 对不对 一开始都说是t0嘛 所以这三个就OK了 所以理论上你已经得到一个 differential equation 然后二阶的暂态的 所以有t有二次微分 x二次微分 t一次微分 所以你需要两个bundered condition 一个initial condition OK 你就完成了 所以它的整个系统 数学系统就完成了 微分方程式加上适当的 两个边界条件加一个数值条件 知道 就到这边为止 就完成了 数学完成 那这个题目就做完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后面的时间大概不够 但是我们接下来会讨论就是 整个的温度它是怎么进展的 虽然我还不会解 因为现在 哇 这个不好解 因为这是偏微分方程 而且是暂态偏微分方程 不好解 还有sourced term 它是non-homogeneous form 所以很不好解的 那但是 不会解 但是我们至少知道 它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整个趋势是什么 这个是 在大家 给大家做工程师训练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不要就抓着说 数学那边 我就卡在那边 所有的数学 都有它的物理意义 OK 它都可以去找出一些趋势来 OK 那 接下来呢 它其实是要我们 看见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大概时间不够 它就说 让我们把它画一下 从一开始到最后 steady state的时候 它大概 里面的温度profile 是怎么开始消长 怎么开始变 OK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花一些时间来谈 OK 那 今天大概时间不够 因为可能要花个十几二十分钟 至少十几分钟 我们深入地看一下 好 那 希望在这样训练以后 你们可以习惯于 去看整个系统的 怎么会变化 不要 不要死死地说 我只会解数学 解数学完了 我把它画出来 之后我就不会 其他我就不会 那这样就是很糟糕的 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工程师 OK 我们需要能够掌握它的系统 大致上的状况 那其实这个状况 用几个最basic的 这个几个laws 几个fundamental的 一些concept就可以了 好 OK 我们今天到这边 中文字幕必顽